每天台灣電話都知道 人家就發病 晚上就出事情 兇嫌懷疑被炸裁 10小時焦慮行蹤還原 求助議員影片曝光 台鐵殺警案震驚全國 兇嫌正心男子隔天被警方移送時 大喊是有計畫的 他太太透露他有精神疾病 但很久沒吃藥了 蘋果新聞網查出 其實他作案當天上午10點多 傳簡訊向認識7年多的有人求助 有人說兇嫌後來在電話裡支撐 當時在台南市政府 但沒人理他 有人本想先去再兇嫌回家 但被拒絕 兇嫌隨後到賣場去買作案用的水果刀 接著到台南市議員郭清華的服務處求助 但郭清華剛好不在 他便向議員助理訴苦 壞人火同他女兒要陷害他 要詐領他的三張人壽保險的保險金 他說他不能回去 他說壞人在他家會殺他 助理建議他可以晚上來諮詢律師 但他坐了一下便離開 搭上次強號北上要到逢通府陳情 在嘉義犯下殺警大錯 我覺得很害怕 因為他來的時候 感覺他要來尋求幫助 因為他很緊張 可是當他敘述了一下說 有人要殺害他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好像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 就覺得他應該是 有某心理某 有某種狀況吧 也有其他乘客向蘋果指出 兇嫌在火車上大罵政府 感覺歇斯底里 這些話讓有人覺得非常惋惜 他個性也不相亦更加延遲 拿到你去找他聊天 你要去就是要找話題跟他聊 他不太會主動跟你聊 會主動跟你聊的情況 可能是他發病的時候 有人認為兇嫌不是壞人 只是生病了需要協助 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 精神疾病患者的照顧 避免下一個悲劇發生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討厭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